政治研究这本杂志啊 是个学术性很强的杂志 2024年的第一期 刊登了李慎明先生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 毛泽东方法论研究 这篇大文章 很长 我读了以后自觉受益 我准备做个系列节目 跟大家讲一讲 这里边的主要观点 正确理解毛泽东 挺难做到啊 不容易啊 曾几何时啊 我们不是有很多共产党人 跟着跑吗 跟着历史羞主义跑 跟着那些极端 甚至跟着谣言跑啊 那样恶毒的诋毁毛主席 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党员 有良心的中国人 都觉得不能容忍 但是那为什么 一度跟着跑了呢 怎么才能正确的了解 和认识毛泽东呢 曾经是法国共产党的 法国哲学家 社会思想家 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 米歇尔夫科 他有段话 他说当今不应该 用直接或者间接 与马克思的思想 相联系的一整套观念 不将自己置身于马克思 所确定和描绘的 思想范畴 要想书写历史 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福克所说的 马克思的思想呢 1913年3月 列宁说过一段话 列宁说 马克思的学说呀 所以万能 就是因为它正确 就是因为它十分完备而延整 它给予人们一个 绝不同任何迷信 任何反动势力 任何为资产基硬迫 所做的辩护 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 读到这儿 我的扼腕叹息写得太棒 李慎明说 福克当时所说的马克思的思想 站在当今21世纪 当今时空交叉点上 如果从广义上和本质上说 它不是光马克思本人 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利民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 还有继承毛泽东思想的 中国创立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等 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 为什么要在这儿引用福克的话 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 李慎明把这个道理讲清了 他说这里边有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今天呀 世界社会主义在当今 虽然已经有显示 有所复兴的迹象 但是总体上我们要承认 社会主义仍然处于低潮 有不少人呢 仍然对马克思主义 连听都不愿意听 甚至多次宣布 马克思主义不实行了 甚至已经被驳倒了 已经被消灭了 不是经常有政治忘人站出来说 他已经推翻了马克思的什么什么理论 然后他取而代之了 取比而代之 是 轻轻撞着和好 但是你的三千两脚跟马克思比 马克思列宁 斯大林 马泽东比 你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 那只能是你自己 你认为和事实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福克这个人呀 在学术界和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影响不小 李善明说引用福克的话 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更多的人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著作的高度关注 重视 学习 与研究 没关系 这有什么 李善明同志很坦白 他说这样讲福克 就是为了让你们重视吗 就跟我们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找流量导演 流量明星来演 一个意思 列宁说过 说唯物主义历史观 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 像马克思人 唯物主义世界观 历史观 那就是社会科学呀 换个名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特别注意的 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 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是谁的话 福克的话 福克这样的话 本质上就是说 只有从马克思主义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高度 你用这个广阔的视野 广阔的轻怀 审视包括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国家的重大的历史世界和重要人物 你才能跳出种种恩恩怨怨呢 我们有些人对毛主席有抱怨 无非是因为毛主席 晚年的时候一再强调干部参加劳动 要体验农民的事 极苦 就是把屁股的牢牢 坐在劳动人民边 你官郎大了 家里有勤务员 有司机 也有伺候着 你不变成另外一叉 关老爷的吗 所以毛主席说 要把立足点移过来 不就是到武器干校 就干了点活吗 有人还就不依不饶 写干校日记 天有加醋 把自己写得那么悲催 你的日子比当地的老乡的日子 过得不知道好多少啊 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理解这个事情 人的出身有关系 我就出身在乡下 当年我们那下方干部 我们那知青 我们全民所有制农业 兵团嘛 国营农场嘛 知青有32块钱 一个人 那时候 我们全家的收入 就那么几十块钱 那么多口子人 所以相比较而言 我们觉得 你们的日子 即使在乡下 你们也比我们不知道的墙多少倍 你们抱怨什么 我怎么就觉得你抱怨的 有点过呀 而且没完没了 几十年之后 还骂骂咧咧骂咧子 动不动摔脸子 骂咧子 毛主席怎么就对不起你们了 用李深明同志的话说 我们只有从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有主义的世界观 方法论的高度 胸还宽广一点 阳光一点 你跳出这些恩恩远远 你跳出唯心主义历史观 宗教伦理的迷雾和偏见 你才能够把灿烂历史上的本质内容 本质真实返还给历史 返还给历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你才能够认清毛主席是如何伟大的人物 我去过三趟以色列 我去以色列 我站在大海边一块石头上 站在他船上 然后呢 以色列早就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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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郭德纲口才好 稍说这个地方神迹 跟你讲 他们的历史上的一个人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我认为你是瞎编的 爱信的人 那时候我不想伤害他们 他们信是信他们的 我就认为你是瞎编的 但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 中国军史 中国党史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当中 毛泽东所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中华民族有如此伟大的人物 我们却不能真正认识他 这不是悲哀吗 我们跟着别人瞎跑 去诋毁他贬低他 你能贬低的了吗 与其说你诋毁毛主席 不如说暴露了你自己的短见 甚至是卑鄙的人格 好了 这期节目先说到这 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讲 如何用历史 唯物主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来正确理解毛泽东 看收看 再见